欢迎您收看 新闻焦点 德国专家 欧中经济站可能只有输价 法广 柏林特约记者 丹兰 据德国焦点周刊报道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 将对中国电动汽车进行反补贴调查 这类调查可能导致对进口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 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警告说 这可能导致中欧经济站 而一场新的经济站最终可能会损害所有参与方 从德国的角度来看 宣布时间点尤其给人刺激 慕尼黑国际车展数天前才刚刚结束 几乎一半的汽车参展商都是中国制造商 此次展会与众不同 展示了汽车行业对电动汽车的依赖 进而对中国的依赖 德国汽车工业近三分之一的汽车在中国销售 并且从中国采购许多原材料和零部件 例如电池 德国汽车工业对中国威胁台湾 及其可能的后果非常谨慎 或根本不发表评论 对在中国进行了数十亿投资的公司来说 惩罚性关税问题也是一个雷区 大众和奔驰 还有特斯拉和福特 不仅对中国丰富的原材料感兴趣 而且在当地的工厂 也依赖于政治领导层的善意 德国和欧洲汽车制造商 肯定有兴趣遏制来自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 但专家警告 欧盟可能采取的惩罚措施 德国汽车研究中心 Center Automotive Research 负责人杜登霍夫 Ferdinand Dudenhofer 向德新社表示 德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 销售了30%至40%的汽车 他认为 德国人将成为反制措施的首要目标 如果欧洲对中国进口产品采取措施 人们可以预期 中国绝对会做出回应 与中国决裂 将对德国汽车业造成极其严重的伤害 亚洲专业咨询公司 JPW Asia的西伯特 尤亨·Siebert 也持类似看法 他说 如果中国征收关税 或采取类似措施 这将严重打击德国制造商 他们向中国出口很多利润很高的汽车 价格超过10万欧元 比如宝马7系 劳斯莱斯或者麦巴赫 即便是像宝马5系这样的小型车型 顶级车型也并不总是在中国制造 宝石节根本没有本地生产 因此都将受到关税的严重打击 法国或意大利的汽车制造商 在中国生产和销售的汽车数量要少很多 因此受到的影响较小 而宝马 宝石节或大众将完全陷入前线 希伯特还指出 中国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 不一定会影响汽车行业 而有可能在机械工程等其他领域进行 如果经济战爆发 大家全都身陷其中 最后很可能只有输家 他还指出 欧洲市场对中国来说绝对重要 因为它基本上是中国以外电动汽车 唯一的主要销售市场 中国无法简单地转向非洲或南美等其他地区 那里对电动汽车几乎没有需求 而在大力推广电动汽车的美国 中国汽车制造商被视为是眼中钉 福特 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将能够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 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都对中国采取明确的抗衡立场 希伯特还说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指责中国赤巨资支持电机制造商 以便快捷占领国际市场 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至少目前还不能说中方有真正的倾销价格 像比亚迪海豚 在欧洲的售价为3万欧元 远高于在祖国中国的价格 另外 欧盟也以购买奖金和电池工厂 或充电基础设施补贴的形式 向电动汽车制造商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税收 特朗普不太可能 但并不排除赦免自己 特朗普赞赏普京 赞扬他可以解决俄乌战争 VOA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一次新的采访中表示 他在2021年离任时 决定不针对可能的形式指控 先行赦免自己 然而 面临数十项指控的特朗普 拒绝排除 他可能会这样做 如果他赢得2024年大选的话 特朗普在周日播出的最近一次采访中 告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MBC的会见媒体节目 他在四年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天 听取了助手们 关于赦免自己的相互矛盾的建议 但做出了自己的果断回应 让我告诉你 我说 我最不想做的事 就是赦免自己 总统的赦免权不是绝对的 赦免只适用于联邦罪行 现在 面对44项 他可以赦免自己的联邦指控 以及另外47项 他无法为自己开拓的州指控 特朗普并没有断然拒绝 为自己洗清至少部分指控 我认为这不太可能 特朗普说 我做错了什么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 你是指 因为我挑战选举 他们就想 把我关进监狱 现年77岁的特朗普表示 如果他在前所未有的 四项起诉书中的 任何一项指控被定罪 他并不担心 会被判入狱多年 有三项审判 将于2024年上半年开始 第四项审判 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即启动 不过悬而未决的法律问题 可能会推迟任何诉讼程序 我甚至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特朗普 在谈到入狱的前景时说道 我猜我天生与众不同 因为有人过来问我 你是怎么做到的 先生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想都不去想 我睡觉 他说 因为我真切地感觉到 最终我们会赢 作为2024年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 主要竞争者 特朗普强硬地 坚持自己的立场 即2020年选举 存在投票舞弊行为 导致民主党人乔 拜登击败了他 尽管数十名法官 驳回了他的主张 而且 政治战场中的大量重新计票 也证实了这个选举结果 特朗普表示 他仍然相信美国民主 但回避了自己的立场 我相信 我相信 他说 但他必须是一个公平的民主 这种民主 我认为 我们现在还没有多少民主 他表示 由于他面临着起诉 这是不公平的 他面临非法试图颠覆 2020年选举结果 不当处理他离开白宫时 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 以及伪造房地产公司的商业账簿 以隐瞒他2016年成功竞选总统之前 向一名色情电影女演员 支付封口费的指控 特朗普广泛谈论了 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以及台湾的命运 中国声称 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特朗普表示 他赞赏俄罗斯总统普京 最近赞扬他说 他可以解决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尽管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 他将如何做到这一点 特朗普说 因为这意味着 我说的是对的 我会让他进入一个房间 我会让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进入一个房间 然后我会把他们聚集在一起 然后我会让协议达成 我会让协议达成 在开始之前会容易得多 特朗普对于如何应对 中国可能侵犯台湾的问题 也含糊其词 他回避了 是否会像拜登所说的那样 派遣美军保卫台湾的具体细节 我不会说 我不会说 特朗普说 因为如果我说了 我就透露了 要知道 只有蠢人才会透露 中国变相承认塔利班 星岛头条纪小华 2021年8月30日 随着美军的最后一架飞机 离开喀布尔机场 美国宣布完成从阿富汗撤军 结束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 被指奉行原教旨主义的塔利班政权 管制阿国 国际社会呼吁塔利班放松对妇女接受教育和工作的限制 才能承认其位合法政府 塔利班政府外交部上周三 13日宣布 总理阿洪德已在首都接受中国驻阿富汗大使 赵新递交的国书 中国成为自塔利班掌权以来 第一个正式任命新任驻阿富汗大使的国家 48岁的赵新 1974年11月出生 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 去年8月 香港公务员学院举办国家外交事务系列讲座 就是由赵新透过事项形式主讲 主题为推进中国特色多边外交 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中国过去20年 一直与塔利班组织保持联系 主要是为了敦促其 不要支持新疆的恐怖袭击 过去两年与塔利班维持良好关系 赵新在大使致辞说 近年来 中阿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提升 经贸、安全、人文等各领域交流合作全面开展 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推进 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和友好往来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深化 在赵新大使上任前夕 中国驻阿富汗使馆临时代办赵海涵 接受《环球时报》专访 指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两年以来 在发展经济、消除腐败、禁止毒品种植 改善民众生活和社会治安等方面 采取了一系列务实举措 取得一定成效 呼吁外界应当予以客观公正看待 赵海涵在受访中 对临时政府赞不绝口 给予理解的同情 并指阿方政府和社会形成广泛认知 中国是从来没有欺负过阿富汗的大国 也是阿富汗伟大的邻国 中国对阿里来只有合作、援助和友谊 可以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独特作用 从这个角度而言 虽然北京称赵新的上任是正常轮换 但也可视为变相承认塔利班政权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